大家好,我是阿鱼 最近娱乐圈突然就蹦出来好几个渣男 而且是带录音的实心铁锤 一击致命的那种 属实把我惊到了 因为在此之前 他们从未表现出在表演方面的天赋 万万没有想到在骗女生感情的时候 居然单凭一段录音 就能让我脑补出他们说话是痛苦的样子 痛,太痛了 所以本期就带大家一起来痛一把 感受这些哥哥来自天堂的御婴 第一位出场的自然是九剑仙,徐开诚 刚靠警察荣誉拉回一点口碑 又亲手把自己的口碑还了回去 这次他拥床热搜 是因为张天爱直接把此渣男 承认出轨的录音放出来了 由于内容过于劲爆 所以文语榜都被罢评了 连铁粉都说 这是他数据最好的一次 优秀的素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原因外放 但我还是贴心的给大家配了画面 因为我脑子里真的会自然浮现这些东西 我想说一次 我爱你 我 我 我好难过 我去了 我一个朋友家 到了那我就一直喝 一直喝 我喝多了 男孩还是女孩 朋友是男孩 吓死我了 我刚才说过了 我就不再是你心里那个纯粹的我了 什么意思 我久后 久后乱笑 你跟你那个男性朋友在一起了 那当然不是 你不是说你去男孩家里吗 不是男孩的家 但是他交了一个女孩 他交了很多人 我后来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的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的 我不可以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我也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 作为人 我可以原谅自己 但作为爱人 我不懂 我原谅不着 我自己 因为 嗯 你妈的你 这段录音 第一遍听我只是想笑 听第二遍的时候 觉得他文采真好 这小排比整的挺大味 在当今酒漏于遍地的娱乐圈 可以说是独领分骚 可是再听几遍 就感觉有点可怕了 这个哥哥好潮哦 他居然用公司合约作为借口 让张天爱不得不配合他搞地下情 还真是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呢 至于出轨 他又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给大家翻译一下他的隐藏台词哈 去之前我不知道那里会有女生 我这么守难得的人 要是知道有女生去 那我肯定就不去了呀 因为有很多人 我觉得这就是常规的好友开箱 我才放心喝酒的 我脏了 但乱性不是我主动出击的 我是受害者 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这样他那天是被抬走的 全神无意识的话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是和女生啪啪啪 而不是和男生啪啪啪的 爱宝问他的时候 他怎么就当即否定了呢 还有一个问题 酒后乱性真的能乱起来吗 菊花战神温太一云过 那晚的酒不足以让我动情 说明即使是喝了酒去霹里啪啦 也是要本人有强烈欲愿才能成罢 开哥这段话总结下来就是 不关谣的事哦 不过开哥虽然文案很溜 但台词功力跟之前的丁泽人 比起来还是略逊欲愁 丁泽人呢就是前段时间 让湛姐花了三百万的秀人 月华妻子的成员之一 虽然台前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但是台下又是出轨又是月炮 还对自己唯一的姐一死相逼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是她对着常理老师表演功夫的时候 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 谁也别想犯规 拿冲了个大事出来 喂表情这么凶干嘛你 我让你一拳都可以打我 那时候没觉得这小伙子有多特别 但是到了湛姐那里 这演技一下子飞跃的呀 我甚至能听出一种广播剧的质感 咱们来回顾一下那段唯一的姐 姐我再说一遍 你是我姐 你不是粉丝 你不要再让我听到你 你说你粉丝 这两个字我不要再听到了 听到我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是我的姐 是我唯一的姐 如果你再敢质疑这个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如果你真觉得 我是在利用你 从事之中都是利用你 没办法当我姐 那我可以给你刀 你现在过来 你知道我家在哪 我让你刀捅死我 就光利用里面的弃音和转音 就已经让我非常惊艳了 瞬间都可以脑补出那种封批男主文 真不怪湛姐这么死心塌地的 当她事业粉 确实有点潜质啊 只可惜她内心不够强大 湛姐只是让她结渣她都不干 这下好了 肉体不用结渣了 但嘎酒菜的事业应该是被彻底结渣了 概括一下这件事就是叮叮管不住叮叮 但是叮叮又舍不得叮叮 导致叮叮最后只剩下了叮叮 下一位 还是个秀人 青春有你三的选手邓泽明 被女朋友爆出来约炮 POA 还往女朋友的闺蜜身上抹鼻屎等等等等 这个小邓胡到我现在也没有吃得太清楚她的瓜 如果有亲属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科普 但是为什么这里能有她的一席之地呢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给自己加BGM的男人 这BGM一加那苦情难助的感觉 嗷的一下就窜出来了 你没我你一定能快乐的 我跟你讲 真的你都决定是这种群 但我要你知道 我等你 好吧 我不管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都等你青春 你就记住 我对不起你确实 你放心宝宝 你一定不快乐 我就在这儿找你了 我等你回来找我 真的 可是我要走了 你回来吧 宝宝 宝宝 我不能陪到你了 最后让我们隆重有请每年都会被回顾一遍的重量级人物陈翔 一位因为女朋友的台词太好而经典永流传的哥哥 录音的故事背景 毛小彤回家碰到陈翔和江凯彤在一起挤痘痘 相当于现实版英贵人遇见孙答应和那狂徒癫乱捣缝不知天地为何物 我问你 我进屋看到的一切 是不是你光着上身 然后你问我 你怎么来了 语气特别不好 然后 江凯彤为什么躲 他为什么躲起来 很奇怪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你光着上半身 然后他看到我 他就躲起来 然后你就问我 你怎么来了 这一切你让我怎么去想 你让我怎么去想 不是说你怎么去想 这一切都是巧合 我呢 当时是真的脱了衣服 正准备找件衣服穿上 你就当着他的面脱衣服呗 我们在剧组拍戏 我脱个上半身就没事 我脱下半身我都脱 我拍戏的时候 我换裤子 我都不去那个换妆间了 我直接就在线上脱了 那这有什么了 我不 这有什么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换个衣服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能 你自己应该是清楚的 我就在哪 随时送给我就把衣服脱了 对不对 陈祥呢 文案不如徐开诚 台词不如丁泽人 氛围不如邓泽民 但是赢在非常有信念感 即使被女朋友 如此条理清晰的句句反驳 她都能给你现场编出一道故事 在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之后 她依旧可以随时随地的脱衣服 所以我想象了一下她在片场的画风大概是这样的 2010年 Rock's 30th Anniversary 热开 1 2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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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真诚的跟所有姐妹说一句 出轨了就是出轨了 千万别是母性发作去原谅 平时演技再差的男人 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化成奥斯卡一地 男人三分罪 演到你流泪 男人不自爱 不如烂叶菜 真操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 不守难得的男人 就像一个人形萝卜丁 不如就地剁了他